给你们看一下女酒鬼家冰箱的汤粒水储备 是不是安全感都有了呢 哈喽你们的酒鬼爱比回来了 之前呢做过一期测评四个不同品牌的汤粒水 我把视频链接放在上方 没有对比呢就没有伤害 就口味来讲呢 我自己对分位数这个品牌其实是情有独钟 所以今天我就一次买了分位数旗下四个不同口味的汤粒水 来讲清楚哪款汤粒水它究竟是个什么味道 教你们怎么调一杯完美的金汤粒 第一步在冰块挤上清凝汁 加入勤酒加入汤粒水 分位数这个品牌呢 所有的材料用的都是纯天然 是那种轻柔的苦又带一点点的回甘 他们家的汤粒水在所有的汤粒水品牌里面 算是价格比较高一点 第一个来测评就是他们家最基础的汤粒水 印度汤粒 这个呢就是用中杯的葵林 还有一点墨西哥的苦橙 非常的舒服 一点都没有那种葵林苦药的味道 第二款我要测评呢 其实是在印度经典款的基础上 用的是天然的蔗糖 所以它的卡路里呢就只有30卡路里 就是因为它用了天然蔗糖 它没有很好的盖过那个葵林的苦味 如果你不介意苦的话呢 用这个低卡版的 但它肯定是比基础版的会更加苦一点 第三这个呢我要测评的是地中海香料的汤粒水 这是我自己非常爱的一款 它用的是地中海的很多什么草本啊 迷迭香百里香的精油去混在他们的汤粒水里 迷迭香它的味道呢 它闻起来很像那个松树的味道 给你一种好像去到了海边森林去游玩的那种感觉 地中海这一款汤粒水很不好买 每次其他都能买到就是地中海这款 怎么找也找不到 要跑好几家店我在今天买到这个 最后这个呢是我没有吃过的一款 英国的街骨木花 晚上我查了一下街骨木是什么东西 其实跟我们中药里面的那个金银花的味道很像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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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 我喝出的一种蜂蜜的味道 金银花还不是特别的确切 有点像玫瑰里面混了一点点荔枝还有蜂蜜 强烈推荐各位就很适合女生去喝 地中海呢是比较适合男生 在这四款里面这个就是非常经典 我很建议卡路里又或者在减肥期的姐妹们呢 就可以去入这个款 这两款地中改跟街骨木花 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 知道自己要进入哪一款汤沥水的 请抠在上方 大家亲喝酒再见